吴玉生委员,吴玉生委员不在场,本案占不予处理,请萧美琴委员发言。 本院委员萧美琴刘兆豪等21人提案,有鉴于地理环境之区隔,花东地区长期来被视为台湾整体发展的边陲, 而长期被忽略的结果,不仅区域发展失衡,居民处于一如离岛地区,无论在经济文化及福利照护上,皆不如西部县市。 于今年起,台铁耗资260亿元所采购的新型泰鲁格号列车即将陆续交车, 但令花东居民担心的是只批新购之泰鲁格号列车,将可能如同2005年时所购买的列车, 调拨至细部干线行驶,为全面代换老旧车辆解决台北至花联地区难以购买车票问题, 以及未来国内外旅客持续成长之营运需求, 见请交通部将今年9月所陆续交车之新型泰鲁格号列车, 全数用于北回县铁路,以解决多年来一票难求之困境, 是否有当请公爵。